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专业来这个要求了 比如说他们你要能看得懂林彪的那个书页上写的一些个话 因为这个林彪写的这些个看书呢 看的书很多 他这个随笔啊 在这个书上写的几个字 那这个有时候一般人的是看不懂的 如果你对林彪啊 他的思想你不了解的话 很多东西你是看不懂的 所以呢 找的这些人呢 必须是要这个 对这个专业呢 是要有这个这个很强的 就要找骨干 另外政治上还要可靠 啊 那么找了二十多个人 那么这个里边呢 这个 北大呢 找了一些个人 什么叫徐和德呀 魏敏啊 什么张雁田啊 李玉啊 许大林 其中这个许大林呢 我是知道的 这个许大林是 呃 北大历史系教这个明清史的 我记得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 明清史就是这个许大林教的 一个非常和蔼的一个好好先生 说话这个慢条四里 这个讲话 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冲动 哎 条理非常清晰的一个 一个非常和善的一个一个老教师 啊 但是他给我们上课 从来没有提过 他当年参加过这个两校的 这个去王家弯的做的这些政治任务 从来没有提到过 那么当时呢 这个清查小组的名称呢 就叫做中央工作组 那么这个中央工作组呢 依然是在这个季登奎和汪东兴的 这个直接的这个领导之下 而且这个季登奎呢 还亲自跑到这个毛家弯去 召集这个小组的全体人员 给他们开会 做这个讲话 跟他们谈这个工作的这个重要性 等等等等 那么在毛家弯呢 他们清查了多少东西呢 这个除了这七万册图书 还有四十多箱这个卡片 一百多个条幅 这个四十多箱卡片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叶群当作为这个临办主任的时候 叶群特别喜欢这个写卡片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说 这个一本书太厚 你要从书里面找出你想要的这个精髓 警惧 那个思想精髓的时候是很麻烦的 所以呢 他就布置他的这个毛家弯的秘书 同时还找了其他一些个方面的工作人员 帮他从这个书里面抄录很多东西 分门别类 抄成卡片 放在盒子里面 想用的时候呢 哎 想用哪个呢 就到哪个盒子里去找 这个呢 就有点像现在我们这个图书馆做那个图书的索引 你有了索引 然后你就可以迅速的就找到 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而不是说你要去把那本书找来 从头翻到尾去找那句话 这个呢 是叶群啊 搞的一项 好像是一个这个工程一样 就是他作为一个员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所以呢 他首先这个书就很多 七万多册 再加上这四十多箱的卡片 还有一百多个条幅 就把这些东西啊 要从头到尾 非常认真的清理一遍 这个二十多个人呢 分为这个三个小组 一个叫茶书组 一个叫影印组 还有一个叫复印组 一开始呢 是两个人 这个清茶的第一道工序是什么呢 是两个人看一本 一页一页的看 就说你得看非常仔细 两个人看 一个人看 那如果你这眼神不好 你就漏了怎么办 对吧 一定要是两个人看 两个人看的是一页一页的看 要查找 专门查林彪的这个批注 和里边加上的一些小的字条 然后呢 把这种书 凡是有林彪 有写了批注的 有写了字条的这种书呢 把它单独的拿出来 另外情况 然后呢 对林彪写的所有的 这些批注的文字 要进行分析 有什么问题呢 你还得记下来 然后呢 两个人 每本书都是两个人看 这个防止遗漏 那么 这些这些人呢 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从早干到晚啊 上午四个小时 下午四个小时 晚上还有四个小时 也就是说呢 白天是分头查书 查林彪的罪证 晚上呢 要集体 要汇报一次 这个当天 都查了哪些材料 然后 这个分组的讨论分析 然后再由池群的秘书啊 写一个简报 网上报告 平时这些人呢 就住在这个毛家湾 只有星期六可以回家 而星期天呢 就必须回来 就说呢 他们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军事任务 而且呢 他们这个管理小组呢 是非常严格的 小组的人员啊 要进入到林彪和叶群的这个客厅的时候 或者办公室的时候 或者卧室 必须要两个人同时进 另外呢 还要有8341部队的警卫战士跟着 拿出来的东西呢 你要登记 这个 这个 要有这个严格的登记手续 他就是怕有人把书啊 什么拿走啊 或者是怎么样 这就就搞得非常的严格 非常恐怖 那么搞了多长时间呢 从这个74年的2月 他们这个清查小组 74年2月22号 到了毛家湾 一直搞到1975年的7月份 一共工作了多长时间呢 是一年零四个月 一年零四个月呢 完成了什么任务呢 这个清查小组要是完成了两件事 第一呢 是从这7万多册书里边呢 找到了200多册林彪批注过的这个重点的这个书籍 啊 查出了林彪写的这些读书的这些个扎记啊 所谓的罪行材料 多少条呢 1100多条 啊 另外呢 分成13个专专题 然后呢 把这些东西呢 都复印 这个照相 然后呢 通过这个北大清华的这个党委 这个校党委 上报这个中共中央 然后呢 第二项呢 是由这个新华印刷厂 什么故宫 什么文物印刷厂 按原件复制材料 大概搞了 一百多件 所以呢 在这段期间呢 啊 他们搞这一年多 一年四个月的这段时间里边呢 这个北大清华这个两校党委呢 陆陆续续的向上 也就是上中央专案组 中共中央呢 啊 编这个情况简报 陆续编了 据说是编了二十多期 啊 林彪的罪行材料呢 就编成这个清查情况简照 啊 反正就编了很多期 上报中共中央 也就是说呢 这个确实 中共中央呢 花了很大的这个精力 来搞林彪的这些个反党资料 这个其实是很奇怪的 如果林彪确实有啊 篡党夺权 阴谋 暗杀 毛泽东啊 有这些个 这个 早就应该找出来了 啊 那么之所以还要跑到毛家湾去翻 林彪看过这些书 从书里面找出林彪的批语 从这个批语里面找出林彪的反党罪行来 这个事件 这个是一件其实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你想这个人是有思想的 人在看书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他会写一些读书的笔记呀 会读书的心得 那很多人看了可能也就过了 看完就完了 就丢到一边不再广了 但是林彪读书有一个特点 他就是他喜欢呢 他看了忽然他有一个什么想法 他就在那个书上呢 某一个段落上他就写上那么一笔两笔 那么写完了以后呢 大概其实也就过去了 他看的书很多 看了这么多书呢 陆陆续续在这么多书里面 这个写下了这些的批语 那么这些书读的这个时间范围也是很大 并不是说在几天之内 那么他就是这个几年若干年之内 大概我估计呢 大概就50年代到60年代 大概十来年的时间 林彪看了这些书 看完了书呢 他就忽然有的时候 他就对某个题目 他就有兴趣 那他就在这书上就写这些个小的批语 那么那么你从他的这个批语里面 要找出林彪的反党罪行 这个本身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那么那么林彪到底都写了些啥 实际上在批林批孔啊 林彪公布的林彪的罪行里面 实际上后来并没有具体公布林彪的这些个 写的都都写了些啥 实际上并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实在这些东西呢 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呢 公布出来 那公布出来的话呢 反而对共产党是不利的 比如说哈 林彪的这个批语里面 他 他是比如说他在林彪在这个毛主席语录上 他写了一段话 他说呀 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 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 清 微风正在犯大错误 清是指谁呢 是指江青 那么这句话呢 是说呢 人他是指人是最重要的 那不尊重人就会犯错误 对吧 那么江青呢 微风 那江青在文革当中当然是微风这个林领了 对吧 所向无敌 那个 那么林彪就说啊 他是很微风的 但是他正在犯大错误 如果要把林彪这句话拿出来解释一番的话 那是能达到批林的效果吗 显然是达不到 那么还比如说啊 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 是社会最大的事 是生活最大事 猛发展这一点 是人类灵魂 国魂 党魂 劳苦大众的良心 负责人的气概 高贵的品格 党需为经济努力 所以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迫切需要 是党兴亡定律 也就是说 林彪是很 他是很注重发展生产的 要改善人民生活的 所以呢 他的这个批语里面有很多涉及到这方面的事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批语里就说 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 是社会最大事 另外呢 在党内生活不太正常的情况下 林彪呢 总是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这个牺牲品 比如说 他这个写 这个 主先臣后 就是主 你这个 这个 这个最高领导人 他要在前边 你当这个大臣的 你要在走在后边 主唱臣和 就是 你这个 第一号领导人 唱到什么 那下边的臣子呢 那就要跟着这附和什么 啊 主牢 这个臣义 就说呢 事情呢 你要观察 你要先听他说点什么 你不能再走在他前面说 那这个林彪呢 还有一些个思想 比如他写 左中右 三节 这个用中节寻天命 悟过 悟不及 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 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 中间政策就能团结左及中 也能使右接近 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 他这个说法好像也不错嘛 对吧 你极左的话 那只能是找来跟那个极左的人抱团 极右的话 也只能这极右的人抱团 那你这个 你的政策应该是 应该是左而留中 那么就说 你再要比较采取比较中间的政策 这样的话就能团结 这个多数 另外呢 他对林彪对毛泽东的 这个看法呢 实际上是很清晰的 并不是像我们后来说 这个林彪这个 好像是盲目的这个追随毛泽东 比如这个林彪呢 他说这毛泽东的理论呢 会使人糊涂 会使人迷糊 毛泽东说 人的正确思想 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对吧 这是毛泽东 在这个毛泽顿里面所说的 那林彪呢 就提 他在这个小的 他的这个批语里面 他就写 感觉概念实验 这个 他的林彪就写 获得正确认识 不仅和实践 不仅是和实践的关系 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 单止实践 仍得不到正确认识 就是说他的 就说林彪呢 他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一些理论上的观点 另外呢 林彪对毛泽东呢 有非常 啊 细致的 这个 非常这个 有这个 贯穿 就是这个透彻性的这个看法 比如 他这个 林彪在一个 叫做学文化词典 这个个人崇拜 那个条目的边上呢 他就写 他自我崇拜 自己迷信 崇拜自己 公为己 过为人 这 这个就是写的很清楚 他就说 这毛泽东啊 就是自我崇拜 自己迷信 崇拜自己 有功劳都是自个儿了 有 有过失都是别人的 而且林彪还写 他说毛 最大忧虑在于 表决时 能占多数否 也就是说呢 毛泽东呢 他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是不是 在在表决的时候 他能够占多数 也就是说呢 他的政策 在推行的时候 能是不是能能够得到 这个多数人的支持 另外呢 林彪认为 毛泽东呢 喜欢搞这个小邦邦 所以呢 这个林彪呢 在这个批语里面 他写说 毛应该照顾他 使他没有小邦邦的必要 他就不小邦邦了 政治上 对其每一创举 与功绩 公道主动的指出来 则他无 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也就是说呢 这毛泽东喜欢 自己搞这个 这个 这个小圈子了 喜欢别人吹捧他 那么 那如果呢 你是主动的 你要把他的 把他的这个 每一项 这个政治上的 这个所谓的功绩呢 你主动的先帮他说出来 他自然就不会 这个到处锋芒毕露了 另外呢 林彪呢 还发现 毛泽东呢 是一个非常 忌贤度能的这么一个人 林彪呢 认为这个 艾斯奇呢 是一个非常 优秀的一个 马列主义的理论家 这艾斯奇呢 我记性向里 他是中共最早的 大概是 五六十年代 那时候 非常有名的 一个哲学家 当然他 你也可以 他是说 他是这个 马列主义理论家了 但是呢 这艾斯奇呢 他并不能得到 这个毛泽东的 这个重用 然后呢 那林彪呢 就写 就写到说 爱之不起 乃因一号 怕他影响 超过自己之诡计 才知害 既才 故大智必于 他这句话说 爱呢 就指艾斯奇 说这个艾斯奇 为什么没有得到重用呢 是因为一号 是因为毛泽东呢 害怕这个艾斯奇的 在理论上的 这些个成就 超过他自己 所以呢 就是故意压 就是压制这个 这个艾斯奇 就实际上呢 是处 是属于一种 这个 忌贤度能啊 所以呢 如果你 所谓林彪就写说 故大智必于 如果你要 如果你是非常聪明的话呢 你要表现出来一种 好像看上去呢 是不是那么 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要显示出 比较 比较愚笨的样子 啊 所以呢 在毛泽东的这个时代呢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 这个林彪呢 一直是遵循着什么呢 不建言 不批评 不报坏消息 三步 避免这个毛泽东的猜忌 不建言 就是我不主动的提出 这个意见 不主动提建议 然后不批评 我对你的这个建议 你对你的这个 所有的 这个说的这些个 采取的各种 战略的这些个部署啊 战略行动啊 政策方针的这些东西呢 我都不批评 都同意 同时呢 尽量不报坏消息 这样呢 就可以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林彪 就是发现这个 他与毛泽东的接触当中呢 这是 他的一个非常的一个 深的一个体会 还有一个呢 这林彪呢 就发现呢 毛泽东的一个整人的一个手法 毛泽东整人呢 通常并不是说 你有一个真正和毛泽东意见不相同的 一个相反的 这么一个对立的一个意见 往往呢 是毛泽东呢 给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 你没有这个意见 所以呢 林彪呢 他在一本这个新华月报上的一个散页上 他写啊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 你的意见 然后他来博你的意见 并无 而捏造 老东的惯用手法 今后当注意 他这一招 这就是意思就是说呀 这个 这毛泽东呢 捏造一个你的意见 你本来没这意见 他说 他硬把这个意见 放在你的头上来 捏造 然后完了以后呢 他再来批驳你 然后把这个意见 当成你的意见 来批驳 然后呢 他说这个捏造啊 是这毛泽东的惯用手法 今后呢 要注意他这一招 所以你说林彪是不是 这个 对毛泽东看得很透彻 确实是看得非常透彻 而且呢 他知道这毛泽东的权威呢 是不能轻易的 不能 根本就不能去挑战 你见彭德怀 在卢山会议上 对毛泽东的这个 大跃进的政策 提点批评意见 马上就被毛泽东 这个给打倒了 所以呢 林彪的对毛泽东态度是什么呢 是拥护 是顺从 而且呢 是基本上呢 是 默认 是这种紧跟吧 就表现出来一种 非常积极的 非常主动的 对毛泽东的 所有的政策呢 表示这个拥护支持 也就是说林彪在文革前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林彪在文革前期的时候 也就66年 67年的时候 那时候林彪为什么 非常积极主动的站 站在毛泽东身边 哎 那么他当然知道 你毛泽东把它 放在这个第二号的位置上 啊 虽然是很风光的 但是呢 也很可能 就变得起虎难下 对吧 你这个 你稍微跟毛泽东 有点不太一致的东西 那弄不好呢 就会变成第二个刘少奇 或者第二个彭德怀 这个呢 是林彪看的很透彻的地方 中共中央 中央专案组 把林彪的这些个 呃 私下里面 这个 议论 或者诋毁 诋毁打上引号 就是诋毁毛泽东的 这些个言论 把它拿出来 作为批判的话 那显然是达不到 批林的这个目的的 所以呢 后来呢 这呃 这个中央转 这个两校 这个 清华大学 北大清华 他们这个 所谓的中央工作组呢 搞出来这些资料呢 并没有成为 真正的中共中央文献 下发到 全党 没有成为林彪的 这个反党 这个罪行 公布出来 这就也可以 解释 为什么 你费了这么大一番力气 花了一年 四个月的时间 搞出这么多东西来 但是呢 确实 却不能用于 真正的 不能用于 打击林彪的一个炮弹 这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吗 那么 那么当然了 现在 有些人呢 在评论林彪的这件事情上 就说 你看 林彪 两面派嘛 公开的拥护毛泽东 私底下呢 这个 议论 这个 叫什么 出则相义 入则心非呀 两面派做法 那么怎么来 怎么来这个 解释这件事情 实际上我们看呢 林彪从 从井冈山时候啊 那也就是从二十年代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就是跟随了毛泽东啊 这么几十年下来呢 林彪呢 对毛泽东的性格 心理啊 和他的毛泽东的行为呢 有长期的 这个近距离的深入的这个观察和了解 那么 常常呢 林彪呢 能够洞悉毛泽东的这个内心 啊 那所以呢 对毛泽东 在搞这些党内政治斗争这方面呢 啊 林彪呢 实际是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就毛泽东搞党内斗争 他的这种手段 他这些做法 他对这种模式啊 那林彪应该很了解的 所以呢 林彪尽量避免 你这个 比如像 这个文革之前 其实林彪很少介入到党内政治斗争当中去的 几乎是没有 哎 那么 也就是说呢 他是很怕搞这些东西 能够 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所以呢 你看林彪写的这些东西呢 他的对毛泽东的这些个 这些见解 这些个看法 虽然是写的 非常的隐晦 有的 有的时候会好像写黑话 别人 普通人是看不懂的 但是如果你要真要细读的话呢 你就发现呢 林彪对毛泽东的看法是一针见血的 点到了 这毛泽东从事党内政治斗争的 这种特点和这个实质 作为党内作为毛泽东的对手的话 几乎是没有好下场 对吧 你这个死的死 跑的跑 逃的逃 对吧 这个最后呢 毛泽东还落一个 这个落得一个政治上 这永远正确的美名 被打倒的人呢 那都是什么 不是反党集团了 就是反革命集团 对吧 所以呢 正是因为毛泽东呢 这个林彪非常洞气了毛泽东的为人呢 他才会呢 有对毛泽东这种比较深刻的一些看法 所以呢 他写这些东西 你说他为什么呢 我想可能很大程度上啊 也是林彪呢 要想要提醒自己 要点醒自己啊 说这个如何处理好与毛泽东的这种政治上的关系 哎 比如说林彪写的什么什么 这个 仿思 仿思之于列恩 仿思之于列 就是模仿斯大林 对列宁那样 恩之于马 就是恩格斯对马克思那样 蒋之于孙 就是蒋介石对于孙中山那样 就是说林彪 他就说 对于这个 跟毛泽东的关系呢 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说你看 那我就好像 恩格斯对马克思 斯大林对列宁 对吧 蒋介石对孙国山 那么林彪呢 对毛泽东的态度呢 也应该是处于这么一种 处在这种位置上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看呢 是林彪的一种自保 就说呢 处理好这种关系 对吧 这样呢 就防止自己呢 变成毛泽东要打倒的 这个对象 这是林彪一个 这个这个 他的一个思想的出发点 那当然你这个林彪 搞了这么多个个人崇拜 吹捧毛泽东 这么多事呢 一样也是 后来也被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后人所诟病 对吧 你说这个 把毛泽东吹得这么高 变成了日后呢 呃 成为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 一个一个利器了 所以这个林彪呢 当然是这个 有非常重大的过失了 这是 那么林彪写下这些东西 是不是他就 写了这些东西 就就一定是反革命两变派啊 什么之类的 这恐怕也很难这么来 这么来理解了 对毛泽东 这个内心有不满的人 一定是大有人在 只不过呢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呢 这些人 只能是说 敢怒不敢言 或者是不敢 甚至于 不敢怒不敢言 对吧 那么 更不敢 写下一些东西了 对吧 你要写下来的话 呃 那说不定哪一天 就被抄出来了 对吧 你这个抄家秘族 把你这东西抄出来 就会变成你的 这个反革命的证据 所以 文革那时候 你要写什么日记啊 写什么 这都是 都是很忌讳的事情 但是林彪呢 为什么他写下这些东西来呢 我想恐怕 一个是说 林彪呢 他不认为自己会被打倒吧 对吧 你这个林彪自己 他不相信自己 成为 会成为日后 共产党要清算 要批判的这种对象 另外一个呢 他也不过就是随心 随手 在这个看书头 写下这么紧 这么点 这么点心得体会 啊 你也很难 把他跟这个反党 能够联系在一起 但是呢 很不幸 你林彪倒台了 对吧 你一倒台 那你所有的 这个东西呢 都会被 找出来 这无限的 被放大 变成了你这个 变成林彪的这个 反党罪行 反党罪证 对吧 你 那么党内的这种 抄家灭族式的 这种审查 批判的方式呢 啊 绝对不会放过 这个一丝一毫的 这些个蛛丝马迹 对吧 一定是把你这些东西 通通的都找出来 那谁让你 写这些东西呢 对吧 你为什么 没在贺龙家里 查出来呢 那贺龙不看书啊 从来不读书的人 自然也不会 去写这些东西 那你 你就是倒霉呗 你就是写了 而且你写了 你还 你还被打成 反党集团 反革命集团了 那么你写这些东西呢 自然而然呢 就会成为 你的这个反党罪行 那么 其实呢 我觉得这是 把人的思想 人的一些私下 私底下 一些看法 用抄家的方式 用这种 这种专制的体系 这种方式 把它找出来 作为批判 这实际上 这本身就是一种 非常恶劣 很卑鄙的一种手段 对吧 你有罪 你就是罪 你不能把人的思想 拿出来作为罪行 来进行批判 正是因为 他这个中共中央 中央专案组 他找不到林彪的 要阴谋政变 要篡党夺权的罪行 所以只好 去从林彪的那些个 骗言之语 从他读过的书里面 去找这些东西 那么找来找去 找出来的东西 我们现在来看 实际上也算不得什么 无非顶多就是说 你顶多是说 林彪确实 他有不少个人的一些想法 那么这些想法 你研究林彪的思想 也许是有帮助 对吧 你现在哪一个 中共中央的高层的领导人 留下了这么多的 读书的这些笔记 扎记 对吧 有谁呢 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那么你可以把它作为 研究林彪个人的一个 丰富的一个资料 但是你说 你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 说证明林彪是 老早 很早就有这个 有推翻无产级专政 这个复辟资本主义 这个恐怕是一个 很荒谬的一个说法 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